總統馬英九今天上午前往高雄 跟氣爆罹難者家屬自救會 以及受災戶對話 總統當場表示支持災民申請國賠 高雄氣爆至今已過了二十多天 馬英九二十二號上午南下高雄 與罹難者家屬自救會 及竹東里受災戶自救會對話 家屬判中央增加編列 特別統籌分配款和香含專款 確保高雄石化管線的安全 地下管線是一定要查得非常清楚 是上次工作已經展開了 我想我預計大概 預計是三個月內 大概就十一月初 這應該可以把這問題完成 三名在高雄海軍總醫院 治療的氣爆傷患 二十二號下午出院 院方為他們舉辦祝福會 獻上鮮花和蛋糕 但一談起氣爆 三名傷患仍餘計猶存 對於當天的情況 也不敢再多回想 就爆炸 爆炸 然後你彈飛 就稍微飛起來這樣 然後掉下來 對 所以你那時候是哪裡受傷 雙手 雙手跟耳朵 對 康復除了燒傷我們的 病況的一個治療以外 後續的復健之路是很遙遠 高雄氣爆後 雖然已經陸續恢復平靜 但是傷痛和遺憾 卻永遠留在受災護心中 家屬只盼望政府能夠全力協助 盡快讓生活回復常軌 聯合報簡傳奇 高雄報導 對 康復平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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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